日前有网友偶遇尹子维、徐东东在便利店门口吵架。 照片中,女方坐在路边掩面流泪,男方不予理会,随后女方独自离开。 港媒还爆料尹子维疑似出轨女方助理。 记者向二人工作人员求证,对方否认分手,称是情侣之间小争执,也否认出轨助理之说,因徐东东助理细其表哥。 并称两人一直以来感情都很稳定,最后还表示,鉴于多次有人诽谤尹老师出轨,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,我们决定严肃追究诽谤者的法律责任,以此来保护尹老师的名誉。